在讲悲心 那各位一定要有看到众生 都感觉到有那个亲切感 那这个亲切里面你要视为空性 不然你会跌落谷底 你会跌下去 跑去跟他谈恋爱去 就像一个世间人 他心里就碰到他过去的爱人 他心里就忘不了忘不了 心中有个影子 没有佛像了 只剩下这个男人或女人的影子 这好惨 但是你自然知道 你就要赶快破一切像 你不要执着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佛法修行的 非常有 很善巧 不离开悲心 又在这个时候 强烈的爱强烈的悲心 所以你更要视为空性 不然你这个悲心会变成一个魔 叫悲魔 陷下去 但是如果你要思维 研究空性 你离开这个 这么圆满的悲心 你不可能会有空性的 空性的智慧 是会保护你的悲心 不退转 那这两个合起来 才能够真正有菩提心 所以人有 知识 可以变成 思维万法的 智慧 形生波罗波罗 那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 那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 走到哪里 观察 分析 观察 分析 一切 背下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云 如路 亦如电 硬坐 如是观 那各位要经常讲 是诸法空向 万法都是平等的 佛叫平等 那你这个要放在心里 现在别人骂你 现在你看到一个 很喜欢很爱的 他是虚幻的 我们不能被他迷了 是诸法空向 你怎么可以喜欢他 你怎么可以讨厌他 你怎么可以不关心他 所以阿底侠尊者 在修菩提心的时候 荆州大师 首先叫他的 叫什么 念一下 治他平等心 那这个治他平等心 怎么修呢 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 你不能够 漠不关心众生 你对不认识的 你都要主动 要去回向关心 第二个 你对你喜欢的 不能想想 跟他在一起的贪子 第三个 你对于你不喜欢 讨厌的 那你不能讨厌他 你还要主动的 以对待自己 最爱的人的 去对待他 那各位这个要 所以天天各位 面对这么多人事物 都在考试你 你有没有平等心 也就是说 我们修慈悲心 必须以平等心 做基础 慈悲喜舍 这个舍 叫冤亲平等心 所以各位不能有 漠不关心的心态 不能有族群观念 我们华人 我们嘎举教派 我们藏传佛教 我们汉传佛教 我们佛教 这个不能挂在嘴上 所以我们是 对所有友情 我们都要 关心他的一切 这事要设定好 然后也不能贪 也不能撑 你要有这个 自他平等 然后再去修 七重因果 为什么叫七重因果 后面的果是前面的因 因因果果 果果因因 最后你才可以 圆满菩提心 发起菩提心以后 快速成就的方法 叫自他交换 自他交换 最好的方法 修本尊 去承担 吸收众生的痛苦 去把菩提心的功德 供养给对方 当然我们没有时间 讲很多 但是有很多善知识 都会特别把七重因果 讲解得很清楚 但不是知道就会做到 那你就要开始 从现在开始到 生命的最后一秒钟 都不离开这个修行 修行绝对不是 我修到最高的 我忘了最低的 是要全部一把抓的 我想各位读到大学毕业 你的幼稚园小学 中学高中大学 这些一切都是含在一起的 那你要全部抓住 第二我再讲一个 菩萨道的佛陀的故事 在大波涅槃经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叫卖身割肉 供养四成佛 卖掉自己的身体割肉 来供养诸佛 希望发愿成佛的 菩萨道的故事 这里面说 有一个穷人 听说有一个佛 到他们的家乡 来传播佛法 他好高兴 但是他是个穷人 很多人都在供养佛 他是个乞丐 一点办法都没有 后来他就想 因为印度人有卖身的习惯 奴隶的习惯 所以他就跟外面宣布 一般的价钱 我现在这个身体 卖个任何人 你叫我做什么就做 一辈子做你奴隶 五两黄金 那时候叫五定金 但是他的条件 为了要去供养这个佛 参加法会 他说 我卖给你 但是你要给我七天的时间 你要先钱给我 我把合约给你签好 然后你给我七天自由 回来以后 我就一辈子服侍你 做你奴隶 但是对方那个人 买他的人出现了 他说 我现在病得很厉害 我只能给你一天 为什么 我买你的身体干嘛 我要每天挖你一块肉来吃 配这个药 我才可以活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天 如果你要答应 我就给你五两黄金 你如果你不答应 我就打消 那我们这个穷人听到了 哎呀太重要了 为了要供养佛 参加法会 他就好 七天没办法 就给一天吧 所以他拿了五两金子 就拿去供养这个佛 但是因为业障重 现场只有一天的机会 他只有 他一直在现场很努力 听佛陀说法 那个时候的佛 但他只记住了一句话 来一句话 大家念一下 如来正涅槃 永断于生死 若有自心听 常得无量乐 所以每一个佛能够圆满成佛的 大波涅槃 而且永断于生死 轮回的痛苦 那么都是因为 能够自心听法 所以若能自心听 常得无量乐 所以各位养成那个习惯 我发觉有些人 不太专心听法的 我个人的特点 也是我被训练的 师父讲一遍 我可以100%讲完一遍 那我这个习惯 已经让我 现在我师父师公都往生了 但是他们从认识我 跟我讲的每一句话 我每一句都记得 这是愿意 愿意打开你的心 然后你就会记得 那这个话有什么好处呢 当你面对那个境界的时候 师父的那句话 就会浮出来 就是很好 这也是佛陀时代 那些阿罗汉 之所以能够证阿罗汉 是佛陀给他讲的那两句话 他就可以证阿罗汉了 但是事实上佛陀说 我24小时都在你头顶给你说法 就像各位你做妈妈的 好在现在有手机电话 你随时的 儿子啊 你现在干嘛 你要随时提醒他的 但是只是因为你心有没有打开 但是我们这位穷人 因为业障重 没办法 只记了一句话 那回到主人的家以后 他答应了 卖身体无量黄金 主人每天割他三片肉 拿来煮东西 但是呢 他可以忍 为什么 当主人在割肉的时候 他难得一天听佛陀讲法 就记了这四句话 如来正涅槃 他就一直意念这个话 所以每次在割的时候 他都可以超越痛 结果在一个月以后 主人慢慢割慢慢割 结果主人好起来了 生病好了 但是自己 虽然外表受伤在痛苦 等他主人好的时候 他居然全身恢复啊 主人好 他皮肤也完全好了 他非常快乐 主人也谢谢他 就放他自由了 所以他自由以后 他心里就想 我才记佛陀一句话 就能够这样子的 发洗 不可思议 太重要了 如果我能够把整部经 都能够信受受持下来 那多好 所以当下他就跪下来发菩提心 我希望我将来成佛 也能够跟这个佛的名字一样 那个佛的名字叫释迦牟尼 所以我们的佛陀的名字 就是这个名字来的 它是跟过去的释迦牟尼佛 学佛 所以 将来我成佛 要为所有的众生宣讲这一部经 念一下 大波涅槃经 所以各位这部经一定要看 你看大波涅槃经 那里势必可以成佛 何况记里面一句话 就跟金刚经讲 所以他可以消无量业障 他可以忍痛苦 被割三天肉 我讲的是释迦牟尼佛 过去世的菩萨道德故事 也就是说各位 虽然我们要去 弘扬佛法救度众生 就像在割肉一样 有人骂你 有人伤害你 有人嫉妒你 那你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你没有意念佛法 所以你能够背一句四句句 佛陀就是背这样 割肉割一个月 痛他都可以超越 后来感觉不痛又恢复 最后成就佛道 所以我们在行菩萨道 没有这些痛苦 你就不会这么深刻 没有对法这么样的认真 像我们现在的 大概都比较轻松的学佛 快乐的学佛 就没有这么大的 这种意志力 所以我经常很喜欢思维 最痛苦的时候 我怎么学佛的 念一下 不退初心 成佛有余 我想我们 发起一个出离心 或是菩提心 都是在感受到 自己或众生的痛苦 对我而言 我是感受到 我妈妈的痛苦 我太太的痛苦 我儿子的痛苦 因为我们感情很好 周围亲戚朋友 那种爱别离苦 明明很爱他们 但是又不能相见 所以这两天 我有一点点压力 我的儿子 我离开他二三十年 他希望这一次跟我会见面 因为他要结婚 他希望我 我就坐在那边 我们 我的老丈母娘 我过去的同学 都希望我出面 而且本来他们不能吃素的 这一次办了最好的餐厅 全部都素的 就是他们认为我一定会去 而且那个时候 他们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说会 我会到 但是我现在不会去 因为不能去 所以我有挣扎几天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所以我透过别人跟他说 后来我想一想 我还是自己跟他说 因为我跟我儿子 没有电话的任何联络 那这一次为了他的 他要结婚 所以他透过别人 找到我的line 然后留话给我 那我看到我就 压力又来了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 我还是写了一封信 后来我想写封 写封信 这个没感情 干脆留语音好了 你看我还是很脆弱的 留语音好了 至少要听到我声音 在跟他讲话 有一点安慰吧 当然我跟他说 我心神很忙 现在在加拿大 再来去美国 所以不会回去 但是赞叹你 随喜你 不是祝福你啊 但赞叹你 非常孝顺 你的妈妈 两位祖母 一定要赞叹 最后我必须 不能虚伪 在前面的理由 跟赞叹以后 因为 我虽然是你的父亲 但是我是一位出家法师 你在办世俗的 这种 这种